对权力的留恋与优柔寡断的性格 使得马哈在最好的时机 错失了最适合的王位继承者 44岁的帕公主轰然倒下王室阵脚大乱 仓促发出的声明漏洞百出 被皇室研究专家安德鲁接了老底 也要努力自欺欺人 帕公主没有任何意外 将永久退出泰国历史舞台 然而几家欢喜几家愁 如今另一王室成员二公主思蕊范 正是春风得意之时 从一个专心致志搞时尚的低调女子 一举坐上高位取代大姐 参与到皇家核心事务 思蕊范公主这位泰国护国神兽当真好福气 近于泰国王室办公室发布最新公务照 马哈身旁那个本该属于生死不明 但能干的帕公主的位子 如今竟被一个罕见的身影给取代 这人正是思蕊范公主 帕公主住院后 思蕊范公主便开始着手皇家公务 并成为了马哈的左膀右臂 她的这次公开露面 则直接宣布自己登上了历史舞台 此前元旦来临之际 思蕊范公主还接下了往年怕公主的工作 发布新年贺卡 向民众表达新年祝福 她一口气发布了三款新年贺卡 表达自己的尊贵地位 思蕊范公主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如今的风头无两竟然是大姐用命换来的 当年二王妃与空军上校传绯闻 连同五个血脉不明的孩子 都被勃然大怒的马哈发配至海外 思蕊范则是二王妃最小的女儿 思蕊范自小便展现出 一余四个哥哥的锦里体质 马哈听从了一位高松的指点 认为泰国不能没有思公主 于是便当着剩下那四个妮子的面 将她当作护国神兽接回了宫中 思公主回国后就被马哈的原配宋妃养在身边 同怕公主一起长大 马哈对怕公主宠爱有加 气与厚望 对思公主则不冷不热 思公主也自知因母亲原因注定上不得台面 对王位索性不孝想 一直老是做人低调行事 除了偶尔参与必须的皇家公务 平时都沉浸在自己的事业当中 算是王室边缘化成员 这种情况也有一个好处 她不会被作为王室继承人来培养 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思公主进入时尚界 选择将时装设计作为自己的事业 她17岁时就创办了自己的时尚品牌 还曾前往法国和意大利攻读设计专业 思公主通过自己的努力 在时尚界闯出了一片天地 而随着怕公主出世 思公主的神秘体质再次发挥作用 国王马哈挠破脑袋也想不出更好的选择 只能对她为以重任 于是一夜之间 她就从王室边缘人物代替怕公主 坐在了马哈身边 再加上提帮公王子年纪上小 还发育迟缓 正常交流做事都有问题 单靠她自己必定是做不好这个国王的 那么思公主很有可能就是未来的摄政王姐 泰国近些年因为疫情的原因经济下滑 如今怕公主出世很可能又是另一部安定因素 而泰国的旅游业在每年过年期间将达到峰值 因此马哈明知没有不透风的墙 也要拼命封锁消息 为的就是将怕公主的消息放到来年宣布 可能也会同时册封提帮公和思公主 虽然思公主没有怕公主那么聪明能干 深得百姓信赖 但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有她的帮衬肯定要好过提帮公孤军奋战 这样看来 当初高松的话或许还真不是胡周 思公主确实是泰国的护国神兽 她在王室最困难的时刻发挥了巨大作用 扭转了怕公主出世后的棘手局面 而她也因此一路高升 得到各方势力的追捧和巴结 不争不强反而得到了一切 不愧是泰国王室最有福气的成员